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君子报仇 说呀在明朝嘉靖年间 江陵府关阳县的县令刘志清 因为呀剿匪得罪了匪徒 所以呀在一个在一个风黑月高的夜晚 全家呀一十八口全被杀害 就连丫鬟呢也没能活命 只有啊在学堂读书的刘战菊 这天呢有病被十年啊留在了家里 他呢才侥幸活下来 成为啊刘志清家一脉的乡 这一年呢刘战菊只有啊十四岁 刘战菊啊本想刻苦攻读 走上啊父亲的道路 可家庭的变故啊 已经没法让他继续啊 刻苦读书考取功名 可家庭的房子还支几个钱 于是啊 他把房子变卖 用这些钱呢做些小本生意 由于他呀用心经营 生意呀越做越大 不到十年呢 他已经成为本地知名的富豪 虽然呢自己过上了一时无忧的生活 可他始终没有忘记啊 替父母报仇血恨的使命 经过打听啊 他知道当年呢杀害自己家人的叫王本愣 正是因为啊父亲当年剿匪杀了他的兄弟 可继续最查呀就发现 王本愣啊已经死了 他是啊在一次两股土匪火冰的时候死掉了 这样啊刘占局大失所 但很快呀他就振作起来 因为呀王本愣有个儿子叫王八刚 王八刚呢在百里之外的大湖镇上经商 而且呢当时也是很有名的富豪 大概呀是他继承了父亲抢来的财产 可他没过几年呢 一场奇妙的大火 把他家烧得是片瓦不留 而且把王八刚也给烧了 手脚要残了 最严重的是脸呢眼睛都变形了 人呢变成了丑八个儿 如果呀你夜间看到他一定会被他吓死 应该说呀这就是抱人 威非作歹呀总会得到抱人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啊他有个孝顺的儿子叫王景文 不单呢对王八刚孝顺 而且学习非常好 19岁就考中了秀才 无奈呀 无奈呀 家道衰落 已经啊没有钱供他继续往上考了 刘传局啊想找杀手结束了这个孽总 可他呀又有些下不去手 他穷困潦倒啊都成了这个样子 他呀真不隐心杀他 于是他就想出了更绝妙的复仇办法 就是自己供他读书当官 然后呢让他贪腐 等到他最壮够了 然后自己再去告发他 再让皇上对他呀满门抄掌 那岂不是更是大快阴心 于是啊刘传局就以一个善心人的形势 资助了王景文 特别是在王八刚死后 刘传局啊供王景文上了书院 这个书院呢在当时应该是有钱人读书的地方 在这里呀王景文学习成立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他呀先考取了举人 然后啊又考上了进士 虽然呢没有参加过电视 但他还是当上了一个县的县令 为了感激啊刘传局的栽培之恩 王景文呢拼任刘传局为师爷 王景文呢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清廉 处处啊小心谨慎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他的胆子变大起来 也开始啊收一些小银小贵 对当地一些财主送来的东西呀 也悉数收下 后来呀也就敢收大离了 但是这年吧 县衙呀接到了一个杀人案 当铺掌柜的儿子 把伙计啊使手给打死了 证据确凿啊 应当啊判秋后问斩 可这天当铺的掌柜啊 带着十几根金条来到了府上 求呢王景文 说呀这点啊是孝敬老爷的 如果不够呢我还可以加 只求老爷保我儿子一命 看着金灿灿的金条啊 王景文心动 便找啊刘传局询问 这金条啊能不能要 刘传局啊就等这天了 于是说当然能要送上门来 还有不要的 于是啊王景文就收了这个金条 帮当铺的儿子解除了死罪 把当铺掌柜的儿子给放了 原因呢是那个小伙计不小心摔倒 磕到石头上碰死了 就说呀鱼银当铺的儿子无关 有了这个案子 刘传局啊就可以告状了 他收人钱财 草菅人命 那是当诸九族 于是刘传局便匿名了写了一封信 送到啊给管辖的知府 很快呀知府来人抓走了王景文 知府把王景文叫到了内侍 说王知县 你贪赃王法草菅人命 收了当铺掌柜的金条 放了呀杀人修饰 这个事该怎么办 王景文一听 喊下来了 这是谁给自己告的呀 人呢摊在了地上 但还是哀求道 大人饶命 我可以把我得的钱呢 全部给你 因为知府啊辞退了身边人 在那时跟他说话 王景文呢觉得有门 就哀求的说 知府呢站了起来 说这个吧 倒不是没有 没有商量的余地 钱财呢 我不是很喜欢 不过呢 你女儿我倒是很喜欢 我呀老七刚死 想再娶一方 王景文知道啊 女儿刚过二八 可为了自己啊 保住沙漠 只好啊答应了知府 没过几日啊 就把小女 嫁给了知府 不仅如此啊 没多久 知府升天 他推荐了王景文 接替他当了知府 游战局啊知道后 这个气啊 不但呢 没告到王景文 还让他呀升了官 成了知府的温序 只好啊 再等待机会了 当了知府后啊 王景文更加是 肆意枉为了 贪腐啊 更加严重 却说啊 这年发大随 朝廷啊 发下了震灾的盐子 王景文呢 对这盐子下手了 他在修题上 偷工减料不出 还造了灾民领盐子的 花名册 假册 就是说这些领盐子的 实际这盐子 都让他得了 这一手材料到手后啊 刘战局觉得啊 这回王景文犯下 是欺君之罪 绝对啊 是诸九族的大罪 而且啊 这次刘战局啊 把举报材料 递给了啊 太师 因为太师和王景文的 女婿啊 知府是死对头 如果啊 太师知道这个情况 一定会奏命皇上的 刘战局啊 把材料送上去后 王景文呢 就被叫到了太师府 没想到啊 两天之后 他回来了 见到啊 刘战局便说 可把我吓坏了 是谁举报的我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人 将他呀 碎尸万道 刘战局问 你怎么回来了 王景文说 我答应啊 把钱给太师 还把呀 知府的一些秘密 报告给太师 这回呀 知府怕是呀 要被太师给整趴下 刘战局知道啊 又没搞定啊 这个王景文 原来这个太师啊 也是个贪财的家伙 不久啊 王景文被调入了京城 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京官 而且呢 在上书房行走 在上书房 那是经常可以见到皇上的 刘战局想啊 这么弄啊 是弄不死王景文了 于是就准备亲自动手 解决了王景文 可这天呢 王景文来找啊 刘战局说 师爷 你写封啊 检举信来告发我 刘战局要大惊 以为啊 之前做的事被他发现 可王景文呢 接着说 你别慌 是这样 我被啊 调到京城之后 随言呢 是个经过 可和皇上见面呢 几乎没有 引不起啊 皇上的纵使 我听说呀 皇帝和皇后 都喜欢呢 五言诗 我呢 擅长这个 你呢 就举报我写凡事 等皇帝啊 来查的时候 我写的却是 赞美皇帝的诗 他一定啊 会非常喜欢我 原来如此 刘战局说 好吧 那我就给你写 这回来得快 第二天呢 丞相便带着锦衣卫 包围了王景文的府邸 丞相啊 进屋来传圣旨 然后啊 开始搜 很快啊 就搜到了 王景文的诗稿 让王景文呢 没有想到的诗 里面呢 还真有一首反诗 王景文吓坏了 扑通一声啊 跪倒在地上 对着丞相啊 磕头后 大喊冤枉 原来啊 这首诗 是刘战局啊 模仿王景文的笔记写下的 刘战局啊 做完一切 撒腿走人了 王景文呢 突然想起什么 说 丞相 是我的诗也害我 你看看 那举报信呢 说不是他写的 你再看看那诗 有没有他的笔记 丞相啊 找过 刘战局之前的 再和举报信呢 相比较 确定啊 是他举报的 再看反诗 还真有啊 刘战局一点的自己 然后点都说 也是 你为人呢 老实 个性不张扬 怎么能敢写反诗呢 好了 我回去复命了 丞相回来啊 跟皇帝一汇报 皇帝啊 看他写的五言赞美诗 很是高兴 还交给了皇后看 当即啊 给王景文升了罐 已经逃跑的刘战局啊 听了王景文升官的消息 觉得胸口一闷 一口鲜血啊 吐出 人呢 当即摔倒 儿子们呢 将他扶到床上 刘战局啊 留下了遗嘱 儿子啊 那个王景文呢 是咱们家三代的仇人 记着报仇啊 刘战局啊 在儿子们的答应声中 闭上了眼睛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明天再会